味增酱汤 为什么家里煮的大酱汤没有饭店的好吃 学会这个步骤你做的的比饭店的还好吃 拌个马铃薯切小块 细糊入对半切 去掉内阳 切成小块 鲜香菇切片 洋葱切小块 青红椒辣椒切片 香菜切断 豆腐切小块 五花肉切小片 用砂锅放入肉 两面煎至出油 这个步骤是酱汤好吃的关键 放入洋葱 放入香菇土豆西葫芦 加入水 加入辣椒粉 加入豆腐小火豆五分钟 加入味增 小火 继续小火煮三分钟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麻烦您按上面的小铃铛点赞关注转发吧 加入香菇粉 加入香菇粉 做酱汤最好全程用小火 加入香菜 最后加入青红椒即可关火 简单美味的味增酱汤做好了 ,在热热中好 加入酒 在热酱汤吃小火 加入酱汤 加入热酱汤 加入热酱汤 加入热酱汤